这个血就清净了 咱一般的大针干啥流出那个血呀 那是混血不是清净血 四四滴存血 变一滴精 四四滴精变一身血 变一身那个神气 说这人很神气 这个神气哪来的 是有精变的 完了说这个人的神啊 神气很足 就是精气很足的 在这个变化当中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个心最初 和浮动 等你一静下来 达到心纯净了 这个纯净心 再经过陆续 什么扎见没有 这心都只是地藏仆 坐在这拜上 这才叫自信 第一个自信呢 是出着的 把扎念 忘念停下来了 这是第二个自信 就进入第二个自信 第二个自信呢 有下 有中 有上 下自信 说你想的不乱 维持一事 其他的不乱 这是自己啊 心著寥寥 寥寥分明 这叫下自信 这叫下自信 咱一般的 只用到这个自信了 就感觉很自信了 第二种的自信呢 是荣蒙心 专求不谢 专敬的 求地藏仆 从来不有 写带 这个自信就深了 不顾及生命 乃至生命似的 都不动心 专门的 这样念地藏仆 这还不够神 第三种心 才叫身心 第三种身心 就是你跟你现在 所拜的法 所念地藏仆菩萨 你的心 跟法 结合到一起了 心就是法 法就是心 第一个心 不烂 心著寥寥 第二个 容蒙精进 专求不谢 命舍生命 第二个自信 不顾生命 第三个呀 与法相应 心跟你的败灿 跟地藏仆菩萨 合为一体了 自信念 弥陀佛的时候 弥陀佛就是自己 自己就是弥陀佛 心佛与众生 三无差别 说你在修 忏悔法的时候 最起码 得有个下等的自信 那你达到不顾生命 什么都以 就是钻此一面 就能用斩刹轮 就能够响应 说你连个下等自信 都没有啊 你随便天天也在败产 你把一个气下来 效果没有 起码得达到自信 说我们经常说 我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这个自信呢 还不够身心呢 你不学你不知道 我们就说 把这个说念阿比陀佛 身心念阿比陀佛 他能达到身心念阿比陀佛 自己就是阿比陀佛 阿比陀佛就是我 我就是阿比陀佛 心跟阿比陀佛合在一起 这才是自信 真正的念阿比陀佛了 但我下自信呢 就是一切咋念都没有 心里光细念阿比陀佛 念阿比陀佛 这只是下自信了 乃至念阿比陀佛 念得不够生命 把自己身心全放下了 这是第二等自信了 念得身佛合一 那是真正身心 例如说我们拜颤的时候 求地藏托上 到这打倒自己呀 念自己过去罪呢呀 乃至受一些罪恶 受冤枉 受一些排害 想到这些个了 当你拜地怎么求的 能感应 痛苦流涕的 这个自信还不够 达到了自己就是地藏 地藏就是自己 地里是新地 咱们的新地 咱们的新地 寒畅了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的新地 就寒畅我们 两个新地 合二为一 地是大地 藏是寒畅 大地寒畅 一些死亡 那我们自己就是地藏 地藏其实自身 半地神 跟地藏 合二为一了 这叫身心 这叫身心 当你拜参拜到 用身心来拜参 那你用斩叉伦 相应了 这到那个程度上啊 这也无许会 用斩叉伦了 你把一切看成 一切诸法 入梦欢抛影 入路入殿 还用斩叉伦做什么 但是你必须经过拜参 而能达到时候 用斩叉伦 而达到 不用斩叉伦的时候 这是地藏菩萨的要求 我们拜参入 参食者 应当心心念念的 住在第三个自信上的 但是你最起码的 得要心住 聊聊的 第一个自信 一定得到 当你拜参念的时候 句句分明 自自聊聊 念到无念而念 念及无念 我达到 自即是他 他即是自 这才叫真正之心啊 那作为想想 我们平常念佛也好 你修行印和功力 念经也好 达到这个自信嘛 对 同时啊 你遇到的 斩叉伦 为我经 忏法呀 你感觉到 非常殊胜 这才是真正的宝贝 无上之宝 那你对 这就广阔说一点 你对佛教 信了佛了 信佛的教导 那佛的教导 佛没注释啊 那佛的教导 就是经典啊 虽然佛没注释 法宝在啊 法宝就是经啊 说你能遇着法 遇着这个法 就遇着斩叉传法 你把它当成无价宝 你就产生力量了 本身就产生力度了 那么现在看到这个法宝 看这部经 翻译到我们中国来之后的时候 并没人注释啊 这部经典的教导